现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一项老鹰法案 也就是台北退场 台湾上场 这是驻美代表处现在说要证明 本来是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 那现在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 中华台北换下来了 把台湾换上去 那么台湾人看的当然很high 可是我看到这一步 这一个做法摆明了 不又是在激怒北京吗 如果真的通过了 那靠台湾这两个字就可以走遍天下了吗 还是说没有 其实还是走不出去 这项法案搞到后来 会不会是台美之间的自high法案 对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自high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国际的布局 不能只看一时 要看比较长远 看比较全面 我想诚如刚刚韦翰讲 这个事情后面除了这个中院议会 还有参院的通过以外 不要忘记了 最后仍然需要美国行政部门 是不是愿意来落实 来做出相对真实的一些动作 才能够让它产生效果 其实我帮大家回想一下 其实在法国的参院 在几个月前也是通过了 要这个支持台湾参加这个国际组织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这通常只是一个法案的性质 到底行政部门愿不愿意支持 愿不愿意落实 才是后面真正的一些重点 那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这个有点遗憾 是其实美国在近期通过了 其实蛮多法案 包括台湾旅行法 或是国防授权法等等 但是或许我们该这样讲 这个消息面上面 很多这个利多的消息 可是实质上 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得到更多的果实 好像也并没有嘛 可能我们只是跟一些人通了电话 碰个面 甚至呢我们可能花了更多钱买军火 但是我们台湾除了消息面的利多之外 我们到底在实质上获得什么样一个长远的好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所以我觉得 我们常常在这个最近可以发现到 民进党他在搞这个外交工作 有一个特点 他常常把这个外部的消息面 拿来转回来做一个这个大内宣之后 好这件事情大概就销声匿迹了 实际上对台湾国际空间 国际环境的增加或改善 其实非常有限 所以我觉得 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关心 这件事情后续发展 不能够因为一时消息面的一个利多 或是民进党刻意做的一个大内宣 大内宣大宣传 就误以为台湾好像在很多的事情上 有非常大的一个转进 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值得长期观察的地方 前两天的时候呢 拜登总统呢就已经感觉上出手了 这是他第一次 他提到就是说香港的情况正在恶化 所以他们将对在香港经商 这些美国企业发出营运风险警告 果真哦来咯 路透社报道说 美国政府准备制裁七名香港中联办的官员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美中恶斗的情况之下是怎么样 我生意都不能做 我人民币或美金 我只能二选一 是这样吗 接大使 第二个我要说到了这个美中恶斗 那现在看来 大家都是要 美国是要抗中 抗中这件事情 美德也一体了 美国德国 现在是站在同一阵线了吗 我之前在讲这一题的时候 还有点怀疑 还有点疑惑 因为这个梅克尔的现任之前 前他的等于是 他的毕业旅行嘛 来到美国这两天 好那见了这个拜登 那么我发现他怎么讲的 他说德国美国有共识 中国是大家竞争对手 在对华贸易上 下一个公平的环境 和中国关系上 安全问题显得更加重要 柏林方面如何应对中国 要取决于和美国的共同价值 我可以直接解读说铁娘子 德国铁娘子转向了吗 投入美国的怀抱了吗 这个美国拜登总统 对这个大陆的政策 已经很清楚 就是全面竞争 他用 competition 他不是用斗争 竞争 那这个竞争呢 可是他说这个竞争是 可以合作的地方呢 还是要合作 比如说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 全球的环境问题 某一些双方都有共同利益 一些这个国际议题 可以合作 可是呢 美国其他的部分 在经济贸易 在战略 在安全上 跟中国大陆 基本上是全面竞争 那这个竞争 现在看起来芳心为爱了 那么因为拜登还有 还没有跛脚的话 他起码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他这个地 明年就有其冲选举 所以他这个时间也很短 那他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能不能走下去 看看他这个其中选举 能不能还保住 这个国会的两个院 如果丢了一个院的话 拜登就跛脚了 他就没有什么政策的那种 大开大合的这个能力了 那现在拜登的做法是怎么样 自己出手 美国单独力量我就出手 对大陆能够制裁的 能制裁能堵的 就赌能打压的就打压 这是一种 第二个呢 就是靠他的盟邦 一起来打群架 来对付大陆 那这两种做法 那现在美国手上 对于大陆这个竞争 他除了自己做 他可以 比如说我制裁香港的官员 那么中联办的官员 那么我今天制裁大陆 所谓的我把它放入这个黑名单 让美国的企业 不跟大陆这些企业互相做生意 那这些是美国可以做 另外他就比如说他要拉向这个德国 像法国 像这个日本 像这个澳洲 这些他的这个小兄弟们 一起来联合起来对付大陆 那么除此之外 他手上还有三张王牌 这三张王牌的话 大家应该我不讲大家也很清楚 第一张是台湾牌 第二张是香港牌 第三张是新疆牌 所以你看我这一讲他们前面 刚刚这些他所有作品都包括在里面 不过拜登的这个整个 对大陆的这个所谓全面竞争政策呢 也有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做得太明显了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今天要达到他的国家的目标 也就是他的对压制中国崛起 让美国再度复兴这个目标 他要别人一起合作的时候 别人要怎么讲 要自己带枪投靠 还要自己付钱 那为了你美国的利益 我自己要出钱 我自己要带枪投靠 别人愿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啊 所以德国的Merkel 事实上他蛮难的 他这次去美国的时候 其实他有自己的 所谓他自己的想法 第一个 他要跟美国讲好 说那个北西俄罗斯 送到我德国那个煤气馆 天然瓦斯馆 美国不要再反 不要再反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离德国很近 如果全面爆发战乱的话 大批的难民出来的话 那整个欧盟国家大家都受不了 所以他有几个议题去谈 可是美国拜登在等着 Merkel的东西呢 就是说第一个 你要加入我全面跟大陆竞争的 这个行列 你要明确表态 那你要站在我这边 这是Merkel去美国 他必须要配合的 当然你看到很多德国的媒体 有这样报道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 Merkel的整个讲法说 在人权的议题上 我跟你美国可以完全站在一起 那么言下之意呢 如果牵涉到做生意的话 因为大陆今天是德国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 他跟美国的之间 美国是德国的第三大 双方的贸易量差1000亿美金 你像德国的国内的企业 眼巴巴的要从中国大陆赚钱 所以Merkel也不敢跟美国走得太近 所以Merkel也不敢跟中国切八段 他没有办法切断 因为切断的话就变成就说 我配合你美国 让我自己损失那个市场的话 那对德国人怎么交代 我今天是德国人选的总统 所以Merkel时代就算结束了 也不会人去政习 也就是说即便他下面的人 讲话越来越呛对中国 欧盟动作越来越多 但其实对中国大陆的依靠还是在 其实我觉得Merkel 这是到美国的意思就是说 他跟美国做一个和解 在他的卸任 因为他9月13号 他就要卸任了 那么他跟美国做一个和解 原因是他跟拜登的前任 川普关系非常不好 两个几乎公开吵架 当时白宫露出来消息说 拜登打电话最喜欢羞辱的几个 盟邦领袖一个就是Merkel 常常被他骂笨蛋 川普直接骂Merkel是笨蛋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非常不好 可是Merkel再怎么讲 他认为跟美国的关系还是很重要 所以他这个临去秋波 他要回到美国表示跟德国人民讲 我今天跟美国白宫的关系 现在已经和解了 那么也就有助于他的继承者 也就是他的基民盟 基督教民主党联盟 能够在9月23号的大选赢过 当然如果他的这个 基民盟如果输掉的话 让绿党或其他政党 变成这个执政党的话 那德国将来他在美国跟这个大陆之间 他采取什么态度 就变化就比较大 那如果说他自己的党的人继续接的话 我觉得的话他们的政策还是 意识形态价值我跟你美国站在一起 可是你要我付出实际的经济利益 去跟中国大陆做对抗的话 那对不起 我还是以我自己德国企业 德国人民的利益做首要